今天我们开箱一个比较厉害的玩意儿 易模 艺术金属拼装模型 也就是各位所熟知的金属拼图 里边有两个盒子 白鸟朝粪 这里一只粪黄 然后这边12345 有点难数啊 反正有很多鸟就对了 我突然想起之前网上有个小伙 他买了个钢铁侠金属拼图 最后拼的稀烂 这玩意儿该不会很难拼吧 OK兄弟们没事了 我刚才看了下评价 这个人四个小时就拼完了 我想我的水平应该比他高些 谦虚一点说 三个半小时应该足够了 这是一个手绘的支架 雨山之雨流云 就这个样子的 就是把这个挂在上面 对了这里还有一盒 工具包 灯条为了让你网上也能够欣赏 不然只有白天能看 岂不是亏了一半 胶水没了 从这边抽出来 还有其他一些建筑 说明书 一包板件 这也不是很多嘛 一片中号 三片大号 还有一片特大号 还有啥 这是底座 但这一小包是啥玩意儿 那这个也是支架 原来是一个有图案 一个没图案 那肯定是用这个 说明书上也是先拼支架 先撕磨 非常简单 接下来就是把这些金属片 变成立体的 看着它 我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 有点怀疑 这能拼成这样吗 它这个难度是有六颗星 管它几颗星 直接拼吧 先是拼这个屋顶 找到图中这个零件 我丢这么小一块 剪下来 就这么一点 把这两个折成这样 还好有工具 不然针不好弄 但是玩意儿太小了 这要是眼神不好 还真干不了 不瞒你们说 就这个屋顶 我拼了20分钟 不过拼完之后 我也熟练起来了 这有点飞眼睛倒是真的 第一个建筑完成了 其实也没那么难 我也就用了40多分钟 但接下来我的速度 起码会提升10倍 完成一个小场景 怎么样 是不是看着非常精致 就这棵树花了两个小时 不过值得欣慰的是 你已经完成一半了 你很办 接下来就是下半部分了 其实也挺快的 又过了两个多小时 主体差不多完成了 看着它稍微有点成就感了 基本上还是比较简单的 就是把它们结合起来要费点时间 现在就差凤凰和一些鸟了 继续吧 让我们共同完成这最后一步 虽然不吃不喝的拼了六七个小时吧 但是看到成品了一瞬间 感觉其实也没那么累 甚至觉得太简单了 一开始我还以为得拼个两三天 非手的话我倒是没觉得 因为我都是用工具嘛 如果纯手拼的话肯定会快些 但是我觉得应该没有人能够全部用手拼吧 因为它很多连接部分都非常小 用手的话有点疼 更何况我没有指甲 它从原本的金属片变成了一个立体的 可以说是艺术品 所以不得不感叹一句 我真是太厉害了 我感觉这个网页非常适合送给女朋友 第一点嘛就是比较好看 看起来比较精致 女孩子应该都比较喜欢吧 第二点就比较重要了 因为送给女朋友我们就不用自己拼了呀 等女朋友拼好了我们再拿回来欣赏 直接省吃了防守的步骤一举两得啊 自己拼说实话还挺累的 我们来看一下细节吧 白鸟朝粪主角自然就是这只凤凰 站立在枝头 身上的羽毛有种渐变的感觉 尾部用了四片零件 张开后看起来更立体了 周围环绕着一圈鸟 从凤凰下方一直到最底部 这就好比凤凰是你女朋友 这些鸟是其他妹子 这里边哪个最好看不用我多说了吧 其实我感觉这只孔雀也挺好看的 树中间有一个亭子 在下边像是一个双层空中阁楼 上面的水往下流形成一个瀑布 这边有个小建筑 这背后还有俩 这玩意儿是石头吧 像这种仙境底下一般都有块大石头拖着 底部还挂着几根羽毛 这个灯条差点忘了 是这样吧 好像有点不对 是这样的 从这边一直到底部完成 感觉夜间的效果比白天更好看 整个场景都照亮了 真就像仙境一般 突然想起来我扫买了一样重要的东西 就是外面那个亚克力罩子 罩起来之后颜值起码还能提升一倍